两个月来,李雪芹用肉眼可见的速度爆红 李雪芹你好,我是央视的海霞 李雪芹你好,我是李彦 李雪芹你好,我是玛丽 我现在在你的宇宙镜头 李雪芹是谁? 本科毕业于北大新闻传播学院 纽约大学在线教育研究生 来看看她最近爆破的几个片段吧 我长得不好看 但我有很多男性朋友 她要跟我说,不是的 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啊 我们找对象就不找好看的了 我一行,那不正好轮到我了吗 我说那你能不能跟我搞对象啊 那她说,那我倒也不是这个意思 之前我在北京过得确实不太太好 我妈也不知道在哪个片人的公众号上看见的 跟我说,宇宙是有尽头的 生命的起点就是终点 我说你现在都到这个层次了吗 爱因斯坦都不敢说死的事 你就给定了 我妈说,哎呀,你没听懂啊 你思考 生命的起点就是终点 这句话什么意思 她说,还什么意思 那意思就是 困难不好,你就回老家得了 1995年,李雪芹出生于辽宁铁岭 是一位抖音网红 去年她录制视频喊话吴亦凡 而这一喊出其不意的得到了吴亦凡本人的回应 吴亦凡你好,我是李雪芹 今天我来到了清华大学 看这是清华大学的校门 多白 李雪芹你好,我是吴亦凡 别管我在哪儿 你看这灯 多亮 就是这样一段让人尬笑的意涵 让李雪芹成了追星经理 抖音粉丝涨到了300多万 走红后,网友开始诟病她的北大毕业生身份 说她聪明过人,装疯卖傻 说她北大毕业去当网红,浪费国家资源 面对这些质疑,李雪芹霸气回应 北大毕业就不能当网红吗? 相比于其他网红,她不靠颜值 也没有精良的制作团队 但是她的名字却在微博热搜上挂了足足两天 阅读量过亿 她成长于单亲家庭,渴望爱情 你们别看我现在好像挺卑微的 我在男女关系中也有过一些高光时刻 在我十四岁生日的那一天 有一个男孩跟我表白了 对我说,李雪芹,我喜欢你 咱俩搞对象嘛 那个时候我对她说出了 我这一辈子对男性说过的最硬气的一句话 我妈不让 放弃北漂 回老家创业 她的脱口笑搞笑又有逻辑 在自嘲的同时还讽刺了生活的荒谬 虽然带给观众们巨大的欢乐 其实她到了北大以后被确诊了抑郁症 四年大学对她来说相当难熬 到了纽约大学后 更是因为自身的情绪问题 以及专业上和自己想象不同而休学回国 回国后和朋友合伙创业做节目又因理念不同而退出 抑郁症严重时,她甚至想过结束自己的生命 她心跳特别严重了一点 你看,你看,我用科幻的这么看 就好几次就在街上崩溃,嚎嚎大哭 停不下来,去了北大的心理中心 她说你这个事特别严重 我可能得告诉我们的学问 我说我说我来这是信任你 我就求她,我真的哀求她 我又差过眼睛上 我当时就是痛哭着哀求 我这队子没有那么求我 我说我求你不要搞我的学问老师 我怕我妈知道 但是即使是那些让她不那么愉快的事 也可以用来自嘲 所以我妈催婚呢 主要就是走苦情路线 姑娘啊 你看咱娘俩相依为命这么多年了 家里呢也没个男人 过年买这些东西 咱俩一点点往上搬 妈老了,搬不动了 我当时我心里听着那特别难受 我说妈,你放心 我保证明年过年 咱家多一个男人 我妈说嗯,我相信你 果然到了第二年 我妈结婚了 作为观众 也许更多只能看到她在台上 为大家带来笑声 无法参与她跌落谷底的时刻 但是当你了解了真实的李雪芹 也许更能读懂她的段子 对她的欣赏也会多加一分 对她的欣赏也许更能读懂她的 对她的欣赏也许更能读懂她的